靚靚靚系列 就是牌子堡 Tommy一起出的 衛星系列 第五 不如話分兩頭 剛才有人叫我去玩具店 買個 叫什麼名字 膠盤 真是全數受慶 可能今天出的 都不知道 我問了兩檔兩檔 最大的都賣光 真的問你死了嗎 我們就看看這次有什麼 重點推介 當然有Leadercast的 智慧魔星 三變的大火車 還有G1 首次以官方名義 出足三變的圓面 三變戰士 這次都是 兩個三變戰士 還有一個暴龍 暴龍 還有這個 螺旋掌 直升機 這個之前是Target Master 還有準星 這些就是鐵皮的 改模 玩了 最重要是自衛魔星 還有魔星鮮的 其實是附送配件包 你眼見 只要拔掉這件 這個才是主體 但是主體其實都等於 以前的V-Class 大 也不是很大 你見到這個 它有Leadercast 也很騙水 老實說 這個有電嗎 有 按著 按著 這個 這就是 還原這個火車頭的造型 這次 成功把這個 紫色的火車頭 和灰色的穿梢機 兩個色 混合在一起 是 算是 挺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 唯一 這個車頭 因為它變形 就變小了 好了 老實說 你問我我收貨的 那你猜一下 這個車尾箱是甚麼 Gear 對 你經常打開的時候 可以發現它有些 嘩 這是一個精美的 配件包來的 值得是穿梭機的基地 先放在這裡 那我就很快地變成穿梭機了 不過圍城真的 本身整個系列 你不要理你甚麼Class都好 它的變形又簡單 又方便 又好玩 變形金剛迷來講 自從這個圍城系列出了之後 都真的有幾大的迴響 就是很正面 整件事都是 即是它是很直覺 很爽快 其實你看似很複雜 其實它的變形 都非常之簡便 那你會很有 就是你可以不停地變來變來變來變去 就玩得很開心 那本身其實 除了這個圍城之外 我又 side track 一點 就是老變迷MP 都叫做有一個新的衝擊性消息 是甚麼呢 哇 日本那裏 真的問你死了嗎 竟然敢出雷電 大佬 雷電為何這麼少出呢 因為它主要裡面的火車 全部都是日本的舊火車 嗯 那這次好像它在一個鐵路展那裏 是不是展示出來的 是的 而且本身它都買足了拉臣 哇 就變了出那些舊型的火車 哇 這個真是震驚 真是震驚 真是震驚 其實本身如果你說 MP開始出這些合體戰士 即是它再出這個建造派 我覺得都不是夢 哇 這樣就很大隻雷可以出 是啊 不過當然 如果你看回本身 本身MP的那一隻雷電有多大先 那變了可能它都會要 配合雷電的尺寸 那去遷就回 我不要叫遷就回 即是去迎合整個整合性 統一性 那變了玩的時候 大家就會開心一點 那說是那時快呢 我駕駛那些武器 就變成這個大火車 這個穿梭機 幾必 已經是穿梭機型號 它就過癮過癮 而且本身的孔位都會預算 你把武器插上去 變成了整件事又完整了 是的 那就在這裏 先撞一個圈 這個是穿梭機型號 如果剩下給你的地台 都不是發射 它告訴你 這個就是一個火箭發射的地台 台 先轉過來 好 就是這樣 還有圍城本身整個系列 它都有一個叫做特點 第一就是有部份 就是有一些 我們算是叫做舊化 就是橫造花 那一隻 第二就是它的情報量 見到其實每一隻 那個 即是每一些 液 和 黑紋 都是 滿佈整個機體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的 是的 基本上它真的情報量很足 絕對是很細緻的 當然了 最精彩的 我也是覺得整個圍城 它在這個載具形態 和機械人形態 都拿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是的 還有所有的機械人 現在基本上 貼地 那些基本上 全部都必備 是的 在可動性 即是獨立 只是說機械人形態 都真的做得很好 即是無論貼地 剛才說的貼地 或者一些 action pose 它都是完全堅固 還有再加上 真的說 在變形來說 即是圍城整個系列的 那個暢快感 確實 作為一個老變迷 真的會很感動的 即是拿上手 不斷扭 不斷拍 聽到聲音拍拍拍拍拍 好過人 尤其是剛剛那個星期六 我們看了這個 三十公公年大電影 我覺得一個重點 除了本身的電影 是 幾吸引之外 是 我很喜歡裡面的那些翻譯 是 中文字幕 整套東西的精髓 在那裡 那個中文字幕 好像是本地團體幫手去翻譯 每個地方都有 每個地方地道的翻譯 厲害 好像台灣也有 香港也有 每個細節都挺有趣 而且 本身整套 即是三十五周年 應該都只是拍過一場 是 錯過了就沒有了 是 真的是 粉絲錯過了 超重到粉絲向 真的 也不是說錯過了 唯一 有些可惜的就是 在翻譯那裡 未必可以 看外面坊間一些 DVD也好 那類型 你不會見到 這麼地道的譯名 是 是 這樣 轉圈 轉圈 一個 智慧魔星的機械人的形態 這樣 轉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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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非常健康 可動性又高 可動性又高 液線呢 剩下火車的殼 其實都可以 給它做一些 小小的配件 那就可以成為了 這個 升級版的武器包 雪梟 踩著高橋 就倒進去看 這些東西 我想問一下 這裡這麼多隻 加起來要多少錢啊 這個 這卡星應該大約 499 這一個 一隻 嘩 這位玩家很有錢 這位玩家 那就 好了 那次 魔星就講到這裡 時間關係 你可以講一下 這一隻 啊 貼起變相的準星 這個我就不變 因為已經變過 我們可以玩一下這個 那我就會變一下 這個圓面變速 是沒有打體的 有一個準星 基本上來講 它用了不同的顏色 colour tone 其實看起來 遠看也幾像 Optimus Prime 當然 完全是可以 怎麼扭都可以 在機械型態來講 可動真的 整個衛城系列 都不能輸 嘩,你看到,你還想怎樣 嘩,這個可以的,行不行 啊,厲害 本身其實close up 一點 雖然它的偷膠位這個就沒辦法了 但是你看到那些黑色有一些黑鐵色的滲邊 有一些類似舊化的痕跡在那些黑色那裏 其實整件事都幾 match 的 不過機械人形態來說當然 就是看大家喜歡鐵皮還是喜歡準星 但是如果純粹說配色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準星是吸引少少的 其實它是第三次的,之前還有歷節 歷節是白色的,這個就是藍紅色 轉頭就會見到這隻星星出來 哎呀,挺有趣的 其實這隻就是我夢寐以求的變形金剛之下 因為小時候喜歡恐龍和星星的一對 永遠都買不到 我有看暴龍那隻,但是沒有星星這一隻 咦,報仇這樣報 那隻不是暴龍,那隻是恐龍 嚇死我 那隻是恐龍來的 不過我覺得那盆牙,如果是真牙 如果可以開合到,我覺得很棒 因為以前整個頭是變成機械人頭和星星頭 這次就是一個殼來的 我以為是頭領你 不是那種變形頭領 那就可以變成星星,也挺有趣的 但是那個胸口很搞笑,有一條縫 是不是胸口那裡刺了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很搞笑 所以就這樣一邊關節 所以你變成星星也好 變成狼虎豹也好 對 說真的,這個尺寸 因為要再變成機械人,那你就再可以說另外一些 可以說這兩命大 你變成的 本身基本上這次的音波 其實如果用了黑色 其實真的,我自己覺得音爆的顏色 是比這個音波更加吸引 這個就是之前說過的 主要是這兩隻 所以變成立刻,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音爆裏面有兩件 一件就是蝙蝠 一件就是震波 這個好像是雷響 好,那先看看錄音帶的形態 那一隻是雷響來的 我以為德哥是無限的 一件就變不到之後 笑到鏡頭也震了 好,大家不要這樣 因為實在是Live的形態 要少一點時間 一隻可以變成三個形態 是挺好玩的 其實都是正方形的變形 其實都OK 這隻是蝙蝠還是什麼 是蝙蝠 是蝙蝠 站不下去 沒辦法 他不轉了 他不轉了 只是看起來而已 要是拍手毛的時間 可以了 就是靈響意見一點 是 迴轉壽司時間 這個台是哪裏買的 深水寶有收 咦? 是這個嗎? 不是 是CAMERAMAN CAME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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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德哥升了級 我今天 一開國人叫德哥操 德叔 撐 認錯人 這樣就 得仔 沒有差 好像是小朋友 個人 但這個 我以為大家做得很短小精哥 真的有趣 其實之前本身 就是 你音波那些 就是 錄音帶人仔 已經出得很漂亮 反而這個就變成了一個小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再小一點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玩的 錄音帶人仔的比例都很好 因為他算是再小一點 對,再小一點 蝙蝠的樣子挺蝙蝠 不過他不是陷地 沒有武器 他本身如果有兩個打裝機 就會有很多 所以你看到拳頭 外面有個裝口位 可能給你塞一些東西 讓他拿著也好 什麼都好 可能這些就要三方補完 沒錯 愛的東西就等三方 看圓面 圓面你評價一下機閒的形態 你問我 其實本身圓面 他的機閒形態 就沒有其他兩隻那麼漂亮 但是本身質素都已經很高 記住他是三面戰士 你要令到三方面都平衡的話 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多一句 這隻是不是都是幾個水 搞定? 這隻就應該三百元左右 你真的沒什麼投訴 當然你說外型 跟那兩隻是差一點 我想是跟顏色有關 他這個真的叫奶白色 變成奶黃色 很快就 通病來的 不能夠的了 但怎樣都好 都是那句 三個靈水 三個變形 玩到彭彭聲 機械人形態又英俊 都是那句性價比 這個系列真的超級的高 超級的高 超級的高 嘩 還有那句 你又看回 這些雷射眼的想怎樣 後面一有光 前面的眼睛就像著燈一樣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些設計 單瓦窮也好 鞋子寶也好 這一個是玩得幾好 我真的 剛才變過兩隻 其實要變回 我想都不會一件很難的事 放了下去 會不會有牙住呢? 好,你現在變成怎樣? 好了,完成了 螺旋醬已經變完了 這個原本在圓柱 是Target Master 有兩支槍 現在給了兩支 其實那些Target Master 已經變成眼前這一類的 後面的後面的後面 就是一些槍 剛好有兩支 這兩支應該是原本的兩支 如果你有愛 就把它換回 真的Target Master 整件事就回來了 它偷膠位 是不是也很厲害? 當然有 但是它前後面的後面 都被蓋上了 遮蓋了村賓位 還有這支配色 確實在是非常鮮艷 螺旋醬 就是跟著紫色、藍色 雖然你問我 其實是挺好的 但是感覺其實都不錯 是的 好,我們可以把 塞進去 嘩,挺帥 就可以轉圈遊 看看 這個Wave是出了多久? 剛剛出的 哦 即是各大玩具店 軍有代手 是的 如果你喜歡衛星系列 就不要走 這次強硬推介這個 智慧魔星 嘩,好絕 我再很快看 還有兩支小東西 這一支都是變槍的 只是小小的 簡單的按就變成了 好,沒了 有效果 有效果 也不免得 那就是其一 另外這個 G2的時候 有兩輛車 附在一起 那些卡裝 一盒 一批有八件 可以陷入四件 這個也是其中一件 把它復活 其實分開是等於兩輛 迷你線士盒 當你反轉 就是一個武器 只要有愛 你就可以克服一切 哈哈 腦內補完 這件叫武器 當然 變形也很簡單 一人一見 再玩完 就可以 完了今次的介紹 反一腳出來 再問一下你的手 其實你覺得這幾年的變形金剛玩具 官方的產品有沒有進步 進步在哪些地方 我認為官方產品的進步就是 可以把可動性 即貼地性 完全加進去 以前是沒有這件事的 他就把可動性 和貼地 和大量的細節 甚至 這些偷膠位 現在也有很多辦法遮蓋 和上色都已經漂亮了很多 這個是真的 當然 我不滿意 就是它 尺寸會縮縮 而且 除了物價 高漲 價錢 都已經浪漏了一段 沒有以前那麼划算 對 坦白說 你現在 用這個質素 用這個價錢 去比 即性價比我 依然是高期的 但是 貴了就真的貴了 即是我一落的東西 才等於物多一隻 還有找的 是嗎 對 對 對 我想三廠就給了幾大壓力 鞋子寶 但是 今次這個圍城 絕對可以 扮回不少面子 接下來第二波地球系列 真的更好 那些G1的感覺 真的更好 是 昔無二代 咦 撞了這些 不是撞了這些 大家都很期待的 好 還有期待 這個雷電進一步的消息 發放 這個我也很期待 但是 逐一隻出 真的挺金的 MP 如果你說漂亮的 就算了 對 好 待會見 拜拜 等著什麼 等著 過長時間 有些事